3月27日上午 美国北京联合会在蒙市京都凯旋皇宫召开记者会 就美国北京联合会将于4月3日 在Pindahill生态保护区进行环境保护活动日 踏青环保活动 向媒体和广大华人同胞介绍活动细节 并将邀请广大志愿者 在登山踏青的同时 减实起山路两边的垃圾 这次踏青活动将于4月3日上午10时 与Pindahill准时集合出发 每位参与者将身着由美国北京联合会 所提供的志愿者专用T恤衫 携带环保工具 在高山之上 饱览 秀美 风光的同时 减实起山路两边的垃圾 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的到来 美国华人已经成为美国社会负责任的一员 保护资源 美化环境 是全社会每个人的义务 环保意识正在美国华人中间深入人心 美国北京联合会发起的这次 踏青环保活动的宗旨是 热爱生活 保护环境 从我做起 倡导绿色文明的生活方式 特别是维护环境卫生 不乱扔垃圾 那么我们移民到洛杉矶来 我们并不是说到这来索取 钱赚的满满的荷包 但是我们还要回馈我们的社区 也就是说把我们在这儿学到的 有用的知识 以及我们在这边挣到的钱财 来去帮助那些又弱势团体 这样可以说对我们的华人形象也好 对我们自己的修行也好 都是一种有意义的活动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支持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会长李舍潮 美国大洛杉矶地区促进中国统一 联合会主席刘建民 美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盟主席刘青 全球中华福桥联会会长胡卓球 中华海外智库执行长陈军 美国南加州江西同乡会理事长徐和生 和监事长邓贵凤 及美中文化经贸基金会会长胡彦秋等 老桥新桥社团代表 出席了当天的新闻发布会 对北京联合会的倡议表示积极的支持 这是本台记者报道的